回到新闻线上来关心 少子化时代来临 过去普遍认为 年轻人是因为低薪高房价 才不敢结婚生子 但是现在有最新调查发现 将近三成的民众 对于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最先考量到的是 婚姻与家庭对自己的意义 学者发现年轻世代 越来越强调个人主义 组织家庭的观念是为 进而影响到了生育率 这恐怕不是政府寄出 托余力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情人节就要到了 不少人都已经计划好 要享受两人时光 现在越来越多人 不结婚不生子 过去普遍认为 是因为受限于低薪高房价影响 但最新调查发现 年轻人不结婚 不再只是因为经济问题 他们双方工作 经济条件其实是很好 特别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小孩 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已经从早期所谓的 集体主义的文化 重视家庭 重视团体的集体主义文化 已经移转成非常个人主义的文化 影响结婚意愿的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有27%的人认为 要不要结婚 得先看婚姻与家庭 对自己的意义 学者发现年轻世代 越来越强调个人主义 组织家庭的观念是 另外也有22.4%的人认为 理想对象不好找 也是影响结婚的关键 过去普遍认为 最重要的经济因素 反而排在第三名 民众不想结婚 让少子化问题加剧 即便政府频频祭出催生政策 但还是有29.4%的民众 担心经济问题 另外调查也发现 近两成五的人观念改变 认为养儿防老 传宗接待不再那么重要 还有11.5%的人会考虑到 自己喜欢小孩的程度 才决定要不要生 新的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经济因素 是结婚生子的必要条件 但学者认为 不少年轻人思维改变 才是少子化浪潮 最难克服的问题 解释彩如腿报道